三種茶 來 各位邊喝茶邊聽我講解喔 我們剛有說有吃像的六種茶 對不對 那我現在先跟各位姐說綠茶的製作方法 那綠茶的製作幫老師採收回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要攤清就把它拿出來然後攤開來 然後呢一般我們現在是做比較日式的 日式的綠茶 那回來之後呢就是它強開大概五分鐘 我們外銷到日本規定都是兩個小時 那要殺青完畢 採收回來兩個小時那要殺青完畢 然後呢我們溫柱呢 這個是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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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時間 那這個是速度 其實採了就只有這三個變速而已 這個要把兩個小時把它殺下去 就是這樣炒菜把它炒熟 炒的光源呢都是在誇張的細胞 因為它本身呢 它細胞它是活化的 那你從它踩下來 那一段那個時候開始了 你會發現它已經水水了 已經開始在微雕了 可是在消水了 水分它那個膳食的綠燈狀呢 它就會產生跟空氣結合 跟空氣結合氧化表現發酵左右 那所以它就是叫消水 消水是水分膳食 那你把它踩下來那個時候開始 它就開始來發酵 然後它消水 那如果要發酵的話 就是要這樣子 發 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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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臺語叫浪輕 浪輕 浪輕 然後呢 當它發酵之後呢 它就是會氧化 那做烏龍草的時候 就要這樣子浪 那約的時候 大概兩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浪一次 這個目的呢 最主要是它細胞V破 破掉 然後 讓氧氣進去 它產生發酵的作用 這個發酵的作用 其實跟酒的發酵不太一樣 它是查了一個糖類多分體的 多糖體的 會跟骨心結合 然後產生發酵 所以我們 欸應該是氧化 講個嚴格一點 那算氧化 欸 算氧化 所以嘛 我就說這個 還蠻酸葉的 要蠻酸葉的 要蠻酸葉的 像這個呢 就有點長了 這個做烏龍草而已 真的 烏龍草 這個做烏龍草而已 烏龍草是一心 三個葉子 那綠草的話 因為上山只有一心 兩個葉子 像這個就有點長了 可是現在你們總是知道了 如果不緊的 就知道了 OK 對 你們總是知道了 很不緊的 很不緊的 有可能要把你 不是 在裏面子 是 因為現在的量比較少 你對 好 對 這個量大家總是 你知道樹架 差很多 我 我 正常的量大概是在280 280度,然後炒10分鐘到7分鐘 要看採用的水分的含量 那因為夏天的話水分的含量比較少 像春天或夏天的 你說像4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春炒的時候水分比較多 大概炒7分鐘 那冬天的時候大概6分鐘 那像夏天的話水分最少的時候 我們大概炒5分鐘左右 但是要看情況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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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討論過程 我們是藉由茶葉裡面自己的水分 可以吸收的氣 然後敷到鍋子到這兒 然後水分會散發出來 其實它是有一點 半用熱的溫度 還有熱的蒸氣 去把它炒出來 沒有發現人家會有煙出來 會有水氣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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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 讓我幫你 你要放進去嗎 你要放進去嗎 那是我嗎 你要看到裡面嗎 對… 看到裡面裡面 他沒有辦法跳遠鏡 喔我沒有辦法跳遠鏡 那是因為有整個有整家的 哇 你自己跳遠鏡 有兩層 我認為是比較好做一個影片 是比較好做一個影片 在下方做了 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到了 有沒有 你要做一個影片嗎 對 我們有我們的朋友 我們有我們的朋友 300人 對 那是你 我們是陽化跟陽化 不過也是一樣 其實這個跟我們炒菜一樣 像我們炒高麗菜一樣 你要把它炒吃的比較脆一點的 比較熟一點的 好 脆一點的話就要高溫快炒 那如果你要熟一點的話就是 炒久一點 對 其實炒久一點會比較好 但是比較那個鮮度跟脆度沒有問題 一般綠茶不同 是要高一點 然後直接炒久一點 但是 但是 如果要好吃一點的話 就是 留一點點 別少長一點 小炒 然後 陽化 是紅色 紅色 藍化 藍化 紅色 藍化 這比較是藍化 然後這個藍化 它等一下 你剛剛用紅色 紅色 就是這樣太少了 你剛剛用紅色 那他不認識 如果需要的話,現在先洗手,等下我們要搜查 那邊有洗手台,外面那邊也有 如果需要,大家可以先洗手,如果不洗的話會不會 因為我們可以吃想要清草原食的情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